對過去的歷史 你才能夠放眼未來 國家才會進步 相對的 我說這個國民黨最佛點就是在這邊 以前的事他都不跟你講 武朗奧不斷的放毒放在你身上 莫拉努到了 當他已經受不了 他覺得要對日本人發動抗爭的時候 他們原住在高山社裡面 年輕人每一個都贊成 可是有一個社團 另外一個頭目他不賺錢 因為他知道他也去過日本 如果他們這一次發動對抗日本人的話 他們可能整個族會被消滅掉 是有滅族的問題 所以當他們要抗爭的時候 不讓你知道知道另外一個何德斯人的頭目不去 然後就衝去問那個頭目 你為什麼不可能的年輕人 站出來抗爭 就好像現在很多台灣人 之前啦 現在不會 就好像之前的台灣人 不太願意走上街頭 那另外一個頭目 那個何德斯人的頭目就問 問他有沒有到 為什麼要出來抗爭 抗爭會犧牲人命耶 換來什麼 值得嗎 後來我大概就跟他講 為了尊嚴一定要奮戰到 後來那個另外一個頭目就 沒話講就去了 當然啦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那種 對殖民抵制抵抗的事情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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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喔 日本人啊 比滷水客的酒頭 還那麼多 雖然日本人 比酒店的球肌樹枝 還那麼冒险 但是對說 日本人的決心 比吉萊山更更高 為什麼他不想說六三 說吉萊山的 因為我們台灣所有的 吉萊山是最恐怖 最糟糕的 中國的 我要說這個 我們應該要學習 在台灣 以前的人 他要拿出他的性命 他的勇氣 對抵抗這個 換來自民欺責的情分 我們都應該要自己擋 也要叫他們擋 那個才是真正的台灣魂 你說對不對 不要再去堵在一些 中國的一些奇奇怪怪的 東西 包括現在 現在的台灣 電視機打開 馬英九三日以後 電視機打開 不是三國演藝 就是包公傳 什麼什麼雍正傳 什麼康熙傳 我在這邊真的跟各位分享 我看到那個我就不看了 不是不好看 是太好看了 而且還有讀 而且那些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都看過了 我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在看那些東西 我真的想看電視 我看看電視 我看看電視 可不可以 我看看其他戲劇可不可以 我甚至笑一下可不可以 真的不要再看那些東西了 那些東西都有讀 讀在哪裡 我告訴你 你們聽看看 中國人就是那一套 三剛五常思維八德 他不斷的告訴你 就是你要按部就班的 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考慮到你的家庭 你的國家 你的社會 他就是要你乖乖的 你要跟著團體走 不要自己也沒想通想西 其實這針對在跟西方的思想 是完全不對的 人家西方人是強調天賦人權 謝謝